大家好,这次游戏废人 不管是买东西、课金 相信大部分的玩家一定都是希望 可以能省就省 我自己个人当然也是一个 会挑比较便宜的东西买的人 有打折的东西我也会买 买一送一我也会买 但基本的原则都是不要违法 会买代除现在为的就是省钱 但是代除我们没办法确定它的来源 那相信每个人都知道 省钱的合法方法就是走汇率 尤其像日币那么低 一个3290的物品 你用日币买只要台币2500左右而已 也因此在这里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科金换汇率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最基本的 如果你要换汇 一定要有该国的账号 不管是Google还是iOS 都可以选择你要的国家 换国家会有时间限制 例如说像是Google 我记得它现在好像是 一年只能够换一次而已 所以为了要方便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创两个以上账号 例如说像我自己 就一个台湾的 一个日本 还有一个韩国 iOS的话 我自己本身其实是不用iOS课金 因为iOS课金有太多的问题 想要用日币课金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日本账号玩 当然这整个申请过程 都需要用VPN 等到你有日本账号以后 除非该游戏有索区 要不然登录是不需要VPN的 课金也不需要VPN 只是使用JCB卡会比较保险一点 直接使用Google课金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除了汇差以外 你还可以拿到Google Point 1000点就可以直接 折抵300块的储值 如果这个游戏它有合作的话 通常都会变成是两倍 可以兑换到600块价值的 例如说像是怪物弹珠 龙族拼图 它们就是可以直接兑换到 价值相当于两倍的钻石 这样算算实际上你自己跨去买 可以买到将近七八折 甚至七五折的价格 当然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第一个因为我们现在讲的 主要还是在台湾可以玩的游戏 因此这款游戏 你要能够这样子跨 它必须要是台日同服游戏 例如说像是新铁 新之后裔 或者是龙族拼图 这些通通都可以 再来第二个就是价格 毕竟还是厂商自己订的 所以有些厂商可能会根据汇率 自己调整它的物品价格 例如说像是1999 如果你是一般科金 日服的确是比较便宜 但是官方后来出的礼包 有根据汇率 直接把日服礼包价格整个拉高 换算成台币 甚至比台币还要贵 所以日本是不是一定比较便宜 你还是要算过 可是一般来说像刚刚1999 因为它并不是台日同服 它是分开来的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设置 如果是台日同服 甚至全球同服的游戏 因为它如果只针对日本去调整的话 对日本玩家很不公平 而日本又是这些游戏的大客国家 所以他们还是尽量不会去得罪日本玩家 就保留原来的科金价格 那现在一般来说 3290对应的就是日币12000块 我刚才有讲到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直接用日本账号玩就好 但如果你没有用日本账号玩的话 怎么办 像我自己就是心之后裔 前面磕了大概快要台币2万块 磕完才突然想到 我可以用日币磕 问题我账号已经绑定在台湾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换成日本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而且心铁也可以做到 但心铁你可以透过网页课金 但网页课金每次都要开VPN很麻烦 如果你有日本账号 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网页 在网页你也可以用手机开 但用手机开 它会很喜欢把你跳到应用程式去 绝对不要用应用程式 请先把你要课金的游戏移除 记得移除之前请先绑好账号 不要到时候无法登录 接着使用网页打开Google Play 用手机开也是差不多 但是有些游戏它会有防范机制 例如说像是心铁 心铁如果你有手机开的话 你要安装游戏的时候 它都会把你强制跳转到应用程式去 有些游戏不会 例如说像是新之后益就不会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点进去游戏 好点进去以后 它会有在Windows上安装 以及安装在更多装置 会有在Windows上安装 是因为它有电脑版 我们就点安装更多装置 点了以后它就会列出你拥有该账号的所有手机型号 学好你要游玩并且科金的手机 点安装游戏就会自动在手机上面下载 之后再登录游戏 就算该游戏你绑定的账号 是台湾的Google Play 科金的时候它也会使用你下载这个游戏的日本账号科金 所以像我心铁 之前科金都是用网页科金 现在我转移到手机上以后 我就可以直接用手机科金了 而且还可以拿Google Point比直接用网页还要省 这整个过程比较麻烦 只要一开始申请账号需要用到VPN 等到你日本账号申请好了以后 基本上就不需要VPN 但实际使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但基本上 像网路上其实教学也蛮多的 最主要麻烦还是申请Google账号这一点 只要有Google账号以后 只有任何只要有台日共通的游戏 理论上来说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样子至少可以让你省掉个20%左右的钱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